江海他們還有出到LG Electronics 出了什麼樣產品、什麼樣規格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供應商是掛江海的名字 採購商LG Electronics印度 然後呢出了產品的話呢 掛到這個853222 便捷電容的話呢 規格數量總共多少 報關金額總共多少 這邊的話呢 其實一目了人 歡迎來到高清Tracebook海關數據平台 在台灣的總代理 今天的話會花一點點時間講解一下 2024年Tracebook平台上面的一些新的東西 那主題跟時間說放在影片的底下 大家可以去點你有興趣的主題 稍微小小預告一下 今天的話除了新的東西也會講解 我也會帶一些基本的海關數據如何查詢 以及說業務常常會用到的工具 應用是怎麼樣應用 以及最常見的海關數據問題 我今天的話也會一併稍微講解 登錄進來的時候 如果您還沒有綁定手機 或是希望取消綁定手機 你可以點選這邊的Cancel 或是Unbind 那這裡我也不想綁定手機 我就是用帳號密碼 大家管理好就好 我這邊就按Cancel 第一個頁面的話會來到一個所謂的Dashboard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儀表板 儀表板上面的話我們可以儲存一些 我們有興趣的廠商 我們有常常要跑的搜尋條件 以及我們想去做對比的公司 等一下都會簡單操作給大家看 您這邊的話剛登錄不會有任何東西 要怎麼查詢的話呢 我們這邊要來到我們這邊的這個Shipments 就查海關數據的介面 點下來之後呢 會來到我們這邊的所謂的一般搜尋頁面 Basic Search Basic Search 這邊先跟大家講 不是說不可以開始丟參數進去 開始搜尋我們資料 但我會強烈強烈建議大家 直接熟悉 右下角這邊的東西叫做Advanced Search 那Advanced Search 我把它給點下去 Advanced Search 比我們Basic Search還要好的原因 是因為您這邊會看到我們這邊 可以設所謂的邏輯跟條件 同樣的參數我們希望從海量的資料庫裡面 盡量去聚焦盡量去濃縮到我們想要看到訊息 那這邊的設定邏輯跟條件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這邊的話如果我們只是想拿單一個例子 有一家廠商我們好奇他們平常東西都出口給誰 我這邊就拿一個中國大陸的被動原件廠商來做一個例子 那這邊下落的話我就下落一個參數給他找 請你幫我找供應商相關 這個時候我打一個我們有些同業蠻興趣的一家叫江海 那江海的話他的全名是江海南通 他在各個地方都有分布 我等一下再教大家如何把我們想要的資料統整在一起 我先丟我要的keyword進去 然後呢通常一個好習慣就是我們這時間間去可以不用限縮 來這邊去做一個簡單的搜尋 關鍵自由我們這邊直接丟進去搜尋 搜尋出來的話呢你會發現說他這邊就幫我去抓 任何跟江海相關的出口資料 只要是掛江海的名字都要幫我給抓出來 抓出來的話呢他給我顯示說總共有多少筆數 如果我要的話我這邊也可以點一個所謂的company list 確認一下說我這邊搜尋的江海 是不是都是我想要搜尋的江海 所謂的company list 顧名思義就是把供應商跟採購商把它分別拆開 供應商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有看到幾樣東西 江海其實是南通江海 capacitor company 他們是做電容的被動元件 你會發現有資料掛在這個名字底下 還有資料啊掛在Junghai US Capacitor 江海在美國他們似乎也有辦公室或是所謂的分布 江海的話呢他們在歐洲似乎也有所謂的辦公室 或是所謂的分布 那當然也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名字的變異 如果物流公司啊或是曝光行啊或是傳物小姐 在key單的時候有筆錄 或是不小心把一些前面的東西複製上去 都有可能出現江海的一些名字的變異 但如果我們這邊做足的功課 確定說這些就是我們想要搜尋江海 只要是以江海名義的東西出口 我們都有興趣 那我這邊就可以安心的回來看一下說 我們這邊搜尋到的資料 到底會看到哪些東西 先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它會先有個到港日期 就是說這批貨到鬼是什麼時候 到了哪個港口 外面的話有一個簡單的敘述說 產品產地證明來自中國 目的國到了美國去 東西給點開來看 我可以看說原來江海的話呢 它東西有出道 比如這個Future Electronics去 這個所謂DISTI 那有些國家海關像美國海關 它這邊有公佈出來的資料 你會發現還蠻詳細的 會跟我講說產品的敘述是什麼 重量總共多少 然後還有一些物流資訊 但美國海關它這邊就沒有公佈 所謂的報關金額 或是說產品氣象 這是美國海關 但如果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其他國家公佈出來的資料 經常可以看到一些 有些國家公佈報關金額 甚至連規格 這邊的話我就再點一個例子 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金額跟數量的 它每個2024年今年的3月7號 產地證明從中國東西到了印度區 我們這邊可以把這筆提單給點開來看一下 供應商就是我們這邊搜尋的江海關鍵字 是它 那它出了什麼產品 掛在什麼產品分那邊嗎 853222 我們所謂的鋁電解電容 系列是什麼 電壓是什麼 規格大概的話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數量總共多少 報關金額總共多少 單價總共多少 為什麼會看到這些資料 並不是中國海關公佈這些訊息 這資料來源呢 東西是來自印度 我們要怎麼樣去 進一步去好好整理去分析這些資料 因為這邊搜尋出來就有3000多bit 你不可能指望我每一筆都要把它點進去看吧 所以平常它這邊提供了相當多工具 可以讓我去整理這些東西 業務的話呢聽清楚 因為這對做報告來講 非常非常有幫助 第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的 江海它其實在各個各個地區 似乎都有分布 如果我們想要去做個對比 或是我們想要做個合併 我們確實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先講一下好 我如果今天想要拿南通江海 我這邊看到就是在中國江蘇這個名字 我可以單獨把它的名字點開 來到這邊的所謂企業詳情 我就可以看一下說 瓜這個名字底下 它相對應的 如果它有做一些進口啊 它東西有些出口的話呢 來自哪些供應商 東西去了哪裡 產品產地證明來自哪裡 然後目的國去了哪裡 我這邊就可以去做個全盤的了解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如果都是同一個名字的江海 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然後把它給儲存 什麼意思 我不想要個別點 只有這個名字的資料 所謂的企業詳情 我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去把2,231筆的資料 跟我們這邊底下 我確定確定一定是我們的南通江海 我可以把這些名字 把它全部都把它給合併在一起 好那這邊功課我已經做完了 我已經把我們很多的 我很確定是江海 只是江海可能有各種名字變異的江海 把這邊全部都把它給合併在一起了 一樣重點是希望說要來到我們這邊 跟這個企業詳情 所謂的company profiles 合併在一起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跑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我這邊合併的都是中國 江海南通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掛這個名字底下 它總共有進口資料 它也有出口資料 出口資料掛這個名字底下 近期這些資料 總共有9,375筆的出口資料 相對應得到這105家的客戶 我這邊也可以去針對它這邊的客戶 我想要跑一個有趣的功能 叫做新增流失分析 新增流失分析呢 顧名思義啊 就是我希望把我們這邊呢 105家的廠商 請系統幫我們做個簡單的切割 哪些是它新的客戶 哪些是它舊的客戶 我們希望把這些資料給拆開 我甚至可能想要比較一下 2022年跟2023年 客戶的成交 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我把這些資料也把它給整理出來 平函它這邊這個新增流失分析 就可以幫我做到這個功能 我們先把這個點下去 Customer Chain 結線 Add and Ashes 雙文其實就翻叫新增流失分析 時間預設的話呢 我會調整一下它這個時間預設 它時間預設是抓近一年 跟去年去做比較 但今年才過幾個月而已 所以這邊的活躍卷調已經過完了年度 所謂的2022年跟2023年去做所謂的比較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那時間這邊重新設定完 系統就幫我把一些它認為是 它新增的貿易夥伴幫我切割出來 它流失的貿易夥伴幫我切割出來 以及它保持的貿易夥伴 也幫我把它整理出來 統計出來 我們來講解一下這邊這個邏輯是怎麼樣 第一個 有些它認為是它新增的貿易夥伴 顧名思義就是 如果以前歷史時段 Historical Time 裡面沒有出現它的名字 但在現在時段 2023年 近期的時間 我們設定的Current Time 有出現的話呢 它就認為說 這是它新增的貿易夥伴 OK 時間點的話 第一次出現是什麼時候 目前累積到現在的話呢 總共有多少筆資料 它這邊就幫我把它統計出來 流失的貿易夥伴 這邏輯只是把它反過來 曾經2022年有交易過 可是2023年好像就沒有看到中期了 最後一次交易的時間呢 停留在2022年的 比如這個6月 那它就會認為說 近期沒交易 就是流失的貿易夥伴 保持貿易夥伴的話 這邏輯也很清晰 如果在我們設定的歷史時段 跟當前時段 都有交易的話呢 就是它保持的貿易夥伴 Still cooperating customers 比我們剛才看到的 LG Electronics 印度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歷年2022年 跟我們設定的 2023年比較起來 他們這邊的量啊 似乎是有點小小掉下去 但是不是普遍所有的量都掉下去 並不是 他們這邊有害另外一個客戶 量似乎是新增 其他的話呢 有持平 也有增加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讓我們業務去判斷一下 我們的競爭對手 或是我們的潛在客戶 去年跟今年比較起來 狀況是比較好 還是比較差 同樣的功課 其實把這邊合併起來 那儲存起來 來到我們這邊這個dashboard 底下的merge company 中國的江海 以及說它在歐洲的江海 以及它這邊是在美國的江海 把這些群務都儲存起來 為了需要的話呢 我都可以把這些資料啊 把它重新再調出來 一樣 拋我們這邊有的分析工具 所以這些應用 我們要怎麼樣應用 不外乎就是 我們可以拿海關數據 來去跑我們的競爭對手 最近開發哪些新客戶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 並不是要看它 東西出給誰 我們也可以看說 某個採購商 它平常都還有 跟誰進什麼樣的東西 理論上這就是 大部分會喜歡拿海關數據 來做這些應用 現在來回答一些 其他常見的Q&A 第一個Q&A 那這個資料來源 到底是來自哪裡 大家不用擔心 這些資料的來源 都是合法的 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國家 有在開放海關數據 這邊列出一個表 那大家這邊可以參考 全世界目前為止 到2024年 有哪些國家 也在公佈這些海關數據 這些都是Tracebook 跟各國海關 是有正式簽約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說 這資料來源不合法 Tracebook不會做任何資料修改 我們只是把相對應的資料 丟到相對應的欄位 讓我們可以做一個 統一的修詢 第二個問題 常常問到就是 台灣海關自己本身 有開放海關數據嗎 那一樣我停留在 我們亞洲這邊 特別把我們亞洲這邊 給抓起來 左邊進口 右邊出口 你會發現說 我們台灣海關 自己本身其實 是沒有公開海關數據的 唯一你能查詢到的 是我們台灣海關 一個統計數據 今年的某個產品 總進口量是多少 總出口量是多少 但哪家供應商供應的 哪家採購商採購 台灣自己本身不公佈 我們都要透過間接性的方式 透過其他國家提案資料 我們可以查到相關 跟台灣廠商的進出口資料 最後一個問題 就來到了費用 有些人問說 海關數據有免費的嗎 那不免 所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資料鋪是訂閱的 它並不是免費 至於報價部分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有分不同種的方案 給我們預約 我們可以跑實際例子 確認說這東西 符不符合你的應用 討論一下哪些方案 是符合你的需求 那希望今天這個影片 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們這些影片 以及這些資料整理 我們之後都會把它 放到我們官網上面 這個goesense.com.tw 然後你點開我們這邊 貿易知識庫 以及說我們也會不定期 推出影片更新 再麻煩大家 開啟小鈴鐺 追蹤以及訂閱 謝謝